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今天呢 会一起整理九年级以及之前八年级没有讲到的平行四边形 那今天的影片内容一样非常的丰富 欢迎大家继续看下去 也把这个连结分享给你的朋友 按赞订阅哦 那今天呢 会有哪个学霸名师来为大家说明课程呢 是我们的庄敬老师 庄敬老师会带来就是必考的重点 以及那个意错的题型 让大家可以在解题的时候呢 有技巧有方法 那今天呢 就是庄敬老师会透过 相似型 圆形 二次函数基率立体图形当中的考题 来帮大家说明哦 那我们就掌声欢迎庄敬老师 哈喽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这个会考的最后一次这个直播的课程 我们今天的内容是要把上次呢 八年级最后面四边形的部分 还有九年级的部分呢 帮同学做一次性的复习 OK 好 我们来先来看一下 这个八年级的这个四边形的部分 那一开始也是这个平行线的结角 那平行线的结角 各位同学都知道嘛 对哦 注意哦 可是很多同学他弄错 他没有发现哦 你要找这个结角 记得哦 你有两条线 然后也还有一条结线 你要能够找出结线 然后在这个结线周围呢 其实是有八个角的 那我们根据这八个角相对关系 我们可以区分为 这个我举例好 例如所谓的同位角 什么叫同位角 像这角一跟角二 就是所谓同位角 你可以想他就是沿着这个结线滑下来 同样的位置 相对位置 OK 好 这叫同位角 第二个角二角三是所谓的内错角 内错角 英文字母写个Z 这是内错角 角三角四也就是所谓的写个F 这叫做同侧内角 那你要注意哦 如果今天题目问你说 同位角相等对不对 不一定 因为你要确定 这两条线 例如L跟M 有没有平行 如果平行的话 没有错 两直线平行 同位角相等 内错角相等 同侧内角 不不 OK 好 你要先知道这个东西 来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今天题目也给我们五条线 有L1 L2 L3 还有L4 L5 然后给他给我们一些角度 要我们来判断1跟3 你要注意哦 这选择题一次你要看完所有的选项 你看他比的其实就是1跟3 还有2跟3 OK 好 所以我就先找到1跟3 例如这个叫做L1 这个叫做L1 这叫做L3 这两条线 然后接着我要找一条结线穿过它 我要找一条结线穿过它 不是L4就是L5 那因为我发现了 因为跟L1 L3 有关系的这个L4 旁边才会有两个角 对 所以我就以这个L4为结线 找到这两个角 那这两个关系 这两个角关系是一个M 对 叫做同侧内角 那我它有没有平行呢 我就把它相加 因为我知道同侧内角的话 应该要互补 加起来的184 它不是180 所以这同侧内角没有互补 没有互补代表什么意思 这两个不是平行线 OK 它是不平行的 那接着我们来看L2跟L3 L2就是这一条 L2跟L3 L2跟L3 这时候你要看的结线是这一条 这一条 L5 那这里有两个角很接近 一个是这个角 一个是这个角 OK 那我可以先利用什么 对顶角 有没有 这个88度 所以这个角呢 也会是88度 对顶角相等 OK 再利用什么 两个位置相同 这叫做同位角 都是88度 OK 所以这叫做同位角相等 什么时候同位角会相等 就是平行的时候 才会相等 OK 所以这一体呢 要选C 1跟3是不平行的 但是呢 2跟3是平行的 OK 这就是结角 接着平行四边形的角度性质 那这个其实蛮简单的 就是同这个什么 平行四边形有四个角 然后你只要记得这个东西 叫做对角相等 零角互补 什么是对角 这个叫对面的角 OK 所以这个圈圈 它就是圈圈 这个叉叉 这个就是叉叉 然后零角是隔壁的 相加180 零角互补 对角相等 就可以了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体 它说这个ABC柱 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然后呢 里面有点P 然后BP把它折过去 然后它告诉你这几个角度 第一个 它告诉你角B等于50度 那像这种折子的问题 你要掌握一个原则 就是折过去 折过去会得到两个全等的图形 所以它的边一样长 角度也一样大 所以这个B50度 折过去这个P 左边这个也是50度 然后呢 角EPH 上面这个叫做110度 然后呢 它问你 它问的是这个 它请问这个PFC 这个角 这个角 蓝色这个角 跟另外一个PGC 这个角度和是几度 那很多同学会算不出来 就是为什么 因为它条件少看了 对 这里有一个条件 一开始就告诉你了 什么条件 叫做平行四边形 对平行四边形有什么条件 对角相等 OK 所以角B其实跟它对面的角株是一样的 它50度 它也是50度 折起来这个当然也是50度 OK 零角是互补的 相加180 所以角B50度 角A就是130度 角C也是130度 加起来180度 OK 那这时候你看我要求这两个蓝色的角 我这里是有一个四边形 这里 对 这也是有一个四边形 所以我只要再把上面这个角球出来就可以了 那上面这角什么球呢 就是一圈360 扣掉50度 扣掉110度 扣掉50度 剪出来 剪掉上面左右这两个 这三个角 然后剪掉210度 是150度 OK 你算出来 这个150度之后 就知道这个角 这个角就是150度 所以底下这个四边形 咖啡色这四边形 上下两个角我都知道了 我要求左右两个蓝色的角 因为四边形内角核360 所以我再用360度去扣 去扣掉上面算出来的150 下面这个算出来130 所以剪掉280 所以算出来就是80度 左右两个角相加就是80度 其实这没有很难 很多同学会觉得这很难 那是因为你的条件 没有把它用完 你才会觉得说 好像少了一个条件一样 OK 来接着 特殊四边形的性质 那我们在课本 学到四边形 除了平几四边形 独立一节 对 然后接着也其他什么 长方形 零形 正方形 真形 对 T形 等要T形 都是在同一节里面 那一节里面放那么多个四边形 你一定要弄懂什么东西 这一节他不会考很深入 为什么 因为他很多人要考 对不对 但是你要会分辨 他们的差异性在哪里 例如说他们的性质 定义是一定要知道的 那性质 例如说 哪些四边形 对边会等长 哪些四边形 对边会平行 哪些四边形 对角会相等 哪些四边形 对角线 这个性质也蛮重要的 哪些四边形 对角线会等长 平分 垂直 这些通通都要知道 如果你已经忘记了同学 赶快 回去翻一下 复习一下 OK 这个 这个 来 那这个 这个同学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 平行四边形 长方形 零形 你要比较注意的就是这个 像这个长方形比较特别 对角线等长 有没有 对角线等长的有长方形 那零形的对角线不一定等长 但是它会怎样 垂直 有没有 它会垂直 然后正方形最棒 它两个都有 因为正方形既是零形 也是长方形 那比较特别像真形 真形的对角线互相垂直 垂直有什么好处 球面积 二分之一 对角线乘对角线 那等腰梯形 很特别 它的对角线会等长 OK 接着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 它说 ABC柱是一个正方形 然后有EF这两个点 它是零形 你要想一下 它告诉你它是什么形 你脑袋就要想说 这个什么形有怎样的性质 待会可以使用 它说零形的面积 是正方形它的一半 然后猪 这个猪1等于更好15 求这个正方形的面积 那正方形求面积 一定是要先求什么 边场 对不对 好来我可以先这样做 我先把这个 因为既然它说面积是一半 对不对 好那我这样把它切过去 逼住把它连起来 然后这对角线 把它连起来 你会发现 这两条对角线会互相垂直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 这个零形跟正方形 对角线的性质 对不对 对角线会互相垂直 所以这里有一个直角 OK 那既然你会一半代表什么意思 既然你会是一半 而正方形的对角线 不但等长 而且互相评分 所以这两个叉叉 其实这四段是一样的 它互相评分 OK 那题目告诉你说 这个正方形的一半 零形是正方形的一半 代表什么意思 这一个 这两段也要等长才可以 这样高台会是它的一半 对 OK 高台会是它的一半 所以简单来说 这四段都是等长的 OK 那因为 本身 这个零形 有没有 正方形的对角线 就等长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 这我叫做欧好了 所以欧位跟欧珠 其实是一样的 那欧位是一半 所以这时候 我可以这样假设好了 我假设这个欧位叫做X 欧珠位就是欧位 它就是两倍的X 那国中高直角三号形 你一定要想到必识定理 X平加2X平 等于两股平方和 等于斜边的平方 根号15的平方 所以我可以算出来 5X的二次方 等于根号平方 直接消 次不等于15 所以X的二次方 就等于3 OK 所以X等于正负 根号3 那这个负不合 所以X等于根号3 OK 那你有X等于根号3之后 你就可以求对角线了 那我这里不要求边场 因为正方形 其实用对角线也可以算 对角线乘以对角线除以2 那对角线是几个X 两个两个是总共4 4个X OK 所以我就先算4个X 是不是4根号3 这是一条对角线的长度 那你要求面积 对角线乘以对角线除以2 4根号3的平方 除以2是乘以2分之1 算出来就等于24 所以答案就选24 来接着连比例 那连比例在星课刚刚是把它搬到九年级 没有错 OK 那连比例就是说三个包含三个以上去比 那连比例就是两个两个比的时候 找共同项的最小公倍数是12 然后4变12是乘以3倍 对等比再乘的时候 通通都要乘3 也要乘以3变9 OK 然后6变12是乘以2倍 通通都要乘5也要乘以2变成10 OK 这就是连比 那通常在考这种连比例的时候 它会以应用题为主 以应用题为主 来我们来看一下 例如这一题 他说甲乙丙三个人的钱 3比5比6 丙给甲乙各30元 所以他给出60元 然后甲乙各拿了30元 之后的钱变成7比11比10 请问你三人共有多少钱 那一般来讲像这种题目为 正规的做法 你要什么假设 你是假设原本三个人 有3R5还有6 对 给比就可以假设几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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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R不等于0 这时候他们钱的变化量 记得给钱问题一加一减 有人加就有人减 丙给甲乙 所以甲乙都是加的 3R都要加30 3R要加30 这个乙的5R也要加30 但是丙的6R 哇他给两个人 给了两个30 所以是要减掉60 OK 然后题目告诉你 给完之后拿完之后 最后的比等于7比11比10 我是就列出比例式了 那比例式我在解的时候 其实抓两个 抓两个就好 OK我是抓两个就好 然后接着呢 我就可以什么 内层内 等于Y层外 解出来 可以吗 可以 但是太慢了 通常我做这种比 我都不是这样做的 你看一下 他们在给钱的过程 什么不变 就是说每个人的钱会变 但他们的总和是不是不变 对 那总和不变代表什么意思 也就是你的总等份应该要一样 只是有人多有人少 对不对 可是不对 你看3加5加6 你有发现 原本的等份数是14 但是后来的等份数7加11加10 是多少 28 为什么变多份的 没有啊 因为你切比较细 懂吗 因为你切比较细 OK 那怎么办呢 我要什么比较 那我就把它乘以两倍 对不对 我就把这个6比1 3比5比6 乘以两倍 好来 我把它乘以二 这就变成6比上10比上12了 OK 所以原本你就用6比10比12 然后后来变成谁呢 变成7比11比10 这样就可以比哦 他们的一等份大小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因为甲乙 它是不是多了30元 对 甲 他多拿30元 一也多拿30元 兵扣了60元 这样看出来一等份多少吗 6到7多了一等份 多了30块 所以一等份其实就是30 有没有 一等份就是30元的意思 然后题目问你说 三人共有多少钱 反正不管是原本或后来 全部是都是28等份 所以一等份30 乘以28 840元 所以答案选 C 这是提供同学 比较快的方式哦 比较快的方式哦 你要会这种方式哦 才会赢别人 速度比较快 接着提醒5 比例线段 那比例线段这里 第一个哦 这个就是两个三小型顶点碰在一起的时候 有没有 左边这三小型跟右边这三小型 顶点碰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高会相等 所以底边比其实就是你的面积比 那第二个哦 这个第二个应该答案 熟啊 如果租一平行是什么 比锡 对 上比下会等于上比下 OK 上比全部等于上比全部等于上边第一层比第二层 OK 这就是比例线段 来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哦 题目说 这里有好多组平行线 对不对 我为什么做 我会先把它画出来 这个租 租 租 这一个跟这个BG BG 平行 然后呢 另外一组平行线在这里 BF BF 跟EG平行 OK 然后他们的面积分别为20 A租F是20 租B F 是30 然后这个是60 对 60很大一块哦 这个是G BBC 这整块是60 这个 他问的是什么东西啊 题目问的是这一个 请问这个B1 B1 这一个 跟EC的长度 是几比几 那你看哦 这里有平行线 对不对 所以你要这一段比上这一段 其实就是哪一段 是就是这一段比上这一段 意思是一样的嘛 对 平行线啊 接登比例 这个比这个 是不是就等于这个比这个 OK 那我有什么条件没用到 有 他给我的面积没用到 20跟30 你先观察一下 你有发现 这个面积20跟30 这两块上好形是顶点碰在一起 对 所以你可以从那面积比就推着它底边比 面积比20比30的 底边比就是2比3 可以吗 这就是2比3 然后平行对过去啊 对 平行把它对过去 你就可以知道 这一段比上这一段 也是2比3 OK 好 我先这样对了 这个2比3 然后接着还有一块面积60在底下 60在这里 60 60是底下这一块 这一块跟哪一块面积有什么关系 跟这一块50 为什么 又来了 因为他们顶点是碰在一起 所以面积是50比60 所以这一段 比上这一段 约一下 是不是就是5比谁 是5比6 OK 这一段比这段5比6 接着呢 连比啊 对 接着是不是就求连比就好了 我把这三个串在一起 2比3 然后这个5比上谁 5比上6 算出来是不是10 比上15 比上12 所以你要求的是哪里 你要求的是 这一段 还记得吗 这一段跟这一段的比 所以你要求是15比上12 然后再约成最简 这个最简整数比 就是除以3 就是5比4 3515 3412 可以吗 我这里考到不少东西 两个三角形 有没有顶点碰在一起 面积比就是底边比 然后平行线 接等比例线段 接着 相似三角形 什么是相似啊 就是说两个三角形 如果相似 我会透过什么 缩放的方式 让他们这个变成一个全 变成全等的 这样就称为相似三角形 那相似三角形 你要注意的 相似性质 三个 A S SS 那最常考的就是 A相似 A相似是什么 就是说 有两个三角形的 什么角度一样 那这边我帮你分成 四类 第一个 共角形 A就是要两个角 你看哦 为什么这个有相似 他只有给我一个 黑点 黑点 只有一个角 因为这是共角 所以还有一个条件在这里 AA 这样就相似了 第二个 蝴蝶形 他只有给我一个角 一样 对顶角 不用跟你讲 对 又两个角了 所以就是AA 相似了 对 来接着 第三个 第三个 像这种 比萨斜塔形 有没有 他就是倒下 像这两个上方形 像这个 如果都是 这个什么 长方形 是90 90 又是两个角度 一样 AA 那第四个反射 就像那个重球桌 有没有 一样 他告诉你这两个角 那这两个角 AA 这样是就两个角 一样的 所以他也是相似 那相似型 那你要知道 对应角相等 对应边 乘比例 OK 那通常 比较难的 就是这个地方 同学会比较有问题 就是这种相似型 比较不好找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 又是折子 来 这是一个正上行 这条件不要漏看的 也许有需要 他告诉你 A珠等于10 AF等于16 珠F等于14 BF等于8 问你这个CG的长度 是多少 CG的长度 那第一个 它是折子过来的 对 所以这边加起来是18 14加8 这边跟这边数一样长 没有错吧 对 14加8 所以是22 这边数就是22 OK 所以因为它是正三角形 应该三边都一样长 所以这里有10加22 这里 10加22 所以是不是32 它的正三角形的一边就是32 那这边是16 所以剩下这边也是谁 是不是也是16 OK 那题目要我求什么 题目要我求这CG的长度 所以它只要这一个 它只要这一个 16是全部 那我只要这一段 我只要这一段 那要什么找呢 这里其实有藏着一个什么 藏着一个相似型 好相似型 什么相似呢 像这里有 你可以看到 像这里 例如说这里有蝴蝶 有没有看到 这里 我帮你画起来 这里是有蝴蝶 就是刚才讲的 对不对 好这里 那这里为什么相似 因为这个60度 这个60 这里 因为这个60度 这个60度 然后对顶角相等 对不对 所以我就可以比 你看这里是16 对不对 那这里是8 其实就是1 2分之1 所小图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14 所以这应该一半 一半就谁 7 那CG就可以求出来了 16减7 就等于谁 9 可以吗 注意哦 你要试着去找出相似 那因为我在脑袋中 我有些底 对 我有什么蝴蝶的 有供角的 有那个比萨斜塔的 对不对 有这些东西 所以我才比较容易 看得出来 OK 这是很重要的 接着 那相似三角形的面积比 那这也是有考过 我们刚才说过 如果今天是 一个三角形 有没有 我们刚才不说 顶点碰在一起吗 面积比其实跟底边比是一样的 底边A比B 面积A比B 那可是这两个不是相似 如果这两个如果是相似的话呢 它的面积比也会是边长的 二次方 平方比 OK 这个你要把它记起来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三角形 然后它这样减减减 那减的时候呢 其实它是都把它剪成T形 有没有 左边这个 是一个T 右边也是T 然后三角形 他请问你说 剪下来之后 加一柄这三块面积的大小关系 那这里的这三块 当然没有相似 但是呢 你会发现 如果你一个一个这样看 会有很多相似 什么 这样 这里有没有一组相似 有啊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共角形的嘛 对不对 那只是你在比的时候 你要比全部哦 这里是7 这全部是谁 10 OK 这是7 这是10 所以它的面积比 就是边长的平方比 7平比10平 是不是49比上100 OK 那我就直接写 这是49 比较快 它就是49 那全部100嘛 那剩下的第二层数 就是51 OK吗 来接着 第二个相似在这里 共角 我再帮你画起来 OK哦 来这时候 你要看的是什么东西 你要看的是这一段 这一段是10 这一段是谁 12哦 OK 所以这个面积比 就是10平比上谁 12平 10平是100 12的平方144 OK 所以这里 这一块 这一块是100 没有错嘛 对 刚才19加5 11是100 然后全部是144 所以这里是不是就是44 OK 所以大小关系 就会比较 可以吗 所以最大的是谁 并 大于谁 大于乙 大于甲 并以甲 所以是选这个珠 并大于乙 然后乙又大于甲 可以哦 来接着哦 特殊的三角比 我跟你讲 这个超级重要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这个454590 1比1比更号2 306090 1比更号3b 这每年保证一定考 好不好 这每年都会考 尤其辛克刚刚把三角函数摆进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ab是6 跟号3 然后bca叫做13 给你一个角度 叫做bea 这个是60度 这里 60度 然后这个是直角 因为这直角 它折过来的 然后呢 它请问你这个af的长度 多长 OK 那因为折子过来 它的角度是一样的哦 所以你看 这里是6090 所以这是不是30 OK 所以你把它翻回去 如果你今天把它翻回去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也会是30度 也就是剩下的这个 也会是30度 简单来说 就是把这直角三等份 OK 都是30度哦 然后呢 接着 因为30 这是一个特殊的直角三好行对 可是你要求是这一段 所以我要自己做辅助线 切下来 我自己做辅助线 切下来 你就发现 这两段其实等长嘛 对 全部叫13 对不对 来 赶快把这段求出来 这段求出来 我就可以13减左边 就是右边 右边就是上面 30 60 90 1比根号3比2 那你要比对哦 现在6根号3是什么 6根号3是2的对面哦 90度最长的对面 所以你要先除以谁 你要先除以这个2 得到这个30度的对面 OK 然后你要求60度的对面 还要再乘以根号3 我就求出这一段的长度 记得最长的除以2 变成一倍的 一倍再乘以根号3 就是60度的对边 所以这算出来 就等于这个9 9 然后这个左边是9嘛 右边数就是4 所以当然选B 来接着哦 这个扇形哦 那这个扇形呢 要给什么 给半径 给圆心脚 那你有半径圆心脚 就可以求他的扇形的 虎场 虎场是指这里 题目如果问周场 来帮我加上两个啊 可以吗 那扇形的面积 先求圆面积 再乘以360分之圆心脚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 来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 那这一题 它说相切 记得哦 你遇到相切 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连接圆心切点做垂直 这是反射动作 OK 然后AP等于4 AO是这一段 叫做4根号2 这根号2 根号2倍 有没有很恶实哦 有没有 有啊 1比1比根号2 那这一定是4 而且你还知道 这个角一定是45度嘛 对 45 4590台是1比1比根号2 OK 所以你要求这个什么 灰色部分的面积 很简单啊 是用直角三角形 1分之1倍的底称高 扣掉 扣掉什么 扣掉那个扇形 扇形半径是4 圆形角是45度哦 所以你要扣掉谁 扣掉 πR平 是一整个圆 再乘以360分之45 OK 算出来就是8减掉 这边是8 所以这也是2 8减掉2π 所以当然就选A 可以吗 这就是结合扇形 然后还有那个特殊的三角比 提形时 圆的切线段 圆歪点到两切点等距离 这个你要记起来 这个很重要 来 他告诉你 这是一个正方形 然后也这都相切 所以这都是切点 你有没有看到 这是切点 然后呢 圆歐的半径是5 半径 就是这里 看到切点 赶快连接圆形到切点 这个都是5 对 这是5 这是5 那因为这个垂直嘛 对 那这垂直 这都垂直 所以它应该是个正方形 所以这几段 通通都是5 题目告诉我 AB是11 AB是11 因为它正方形 A租也会是11 所以这一段就是谁 这一段就是6 对 那接着呢 租点到圆的 这两个切点 需要等距离 所以这一段6 租1 也是6 所以答案就选B 我跟你讲 像有些同学会很害怕 那个几何的问题 其实你不用害怕 不用害怕 因为它用到 其实没有很难 也不会有太复杂的计算 你常常会卡住 就是因为你什么 条件漏掉了 题目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算时候 题目再多看几遍 然后想想看 我先想看说 这有什么性质可以使用 OK 这样图形有什么性质可以使用 接着 弦星距 什么弦星距 原星到弦中点距离 那以后看到这种弦星距 记得 这里 有可能要用到 必试定理之类的 不一定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 它说AB是原 原欧的一个弦AB 然后AC等于6 BC等于2 弦星距是3 赶快弦星距是哪里 弦星距就这里 连接原星跟这个弦中点 这一段叫弦星距 一定会评分 一定会评分 那它说这一段是3 对 那请问你OC的长度是多少 我是不是只要再把它求出来就好了 对 来先6加2是什么 6加2是这个整个弦AB的长度 对不对 所以我再把它除以2 8再除以2 这叫做半弦长 弦长的一半 对 所以是这边4 这边也是4 OK 那这边4 因为这一段是2 所以4扣掉2 这一段是就是2 B是定理 求出OC 简单 根号 3平 再加谁 2平 算出来就是根号 13 可以吗 这就根号13 来接着 圆周角跟弧度 那因为在新的克刚 它其实已经没有 就克刚的什么圆内角 圆外角 衔切角 通通丢掉 那个都不会考你的 它只会考你圆周角 那圆星角 其实就是弧的度数 对 那圆周角是2分之1所对的弧 就是这样 那这里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 也蛮常考的 就是当你AB是直径的时候 这个角C是90度 倒过来也可以 如果这个角90度 那么AB一定就是直径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四边形 题目给你这条件 不要忘记了 它说A珠平行谁 BC 这是平行的 角B等于58度 然后它问你这个BC弧 这个弧几度 我们刚才有说嘛 你看到圆星切点 你一定要点起来 这边是垂直 对 那既然这样垂直 题目又说平行 所以这边也是垂直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 蓝色这一条 其实呢 就是BC的什么线 中垂线 OK 因为这是弦嘛 那垂直 圆星连到这边垂直 其实这就是弦中点 刚好切过去 那切过去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这两段弧 其实是一样长的 那角度也是一样 OK 好来 所以我现在求啊 这个什么 圆周角58度在这里 圆周角 这个角 58度 它所对的弧 圆周角是弧的一半 倒过来 弧就是圆周角的两倍嘛 是不是乘以2 这一个弧乘以2 是不是就是116度 OK 58度乘以2 116 那因为我切一半啊 切一半这叫做什么 直径嘛 直径是180 对不对 所以剩下来这里 是不是就是 这个64度 OK 这64度 加起来就是180 那两边一样嘛 6464加起来 128 答案就选 珠 OK 来接着 弧长跟弦长 有什么关系 那这个很 这个很清楚 就是弧越长 它的弦就越长 圆周角就越大 OK 所以等弧对等弦 大弧对大弦 小弧对小弦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题目问我 这几个弧的关系 那它有给我长度 这题也考的不错 AC这也是6 A租叫做8 然后这个AB叫做10 AF叫做9 A1叫做5 看到6 看到8 这个是4 你一定 反射动作会想把它连起来 6 80 真的是一个直角三小型 对嘛 这你有倍嘛 345的两倍啊 所以6 80 既然它这里是一个直角 代表AB就是什么近 AB就是直近 对没有错嘛 AB是直近 OK 那第一个 第一个 选择题 一次看四个选项 这四个选项 左边都在问什么 AC加A租 A租 因为A租是8 BC也是8 所以A租的弧 其实就是BC的弧 意思是一样的 再加AC 对 两个相加就是AB弧 OK 这个是等于没有错 可以吗 那接着他说A1弧加AF弧 会不会等于AB弧 如果要的话 代表你也要能够把这个搬过来 要是9才可以啊 对 这样才会说 你左边的A 你左边的这个弧 等于右边的这个弧 才可以加在一起嘛 对 那很想那一段不会是9啊 对 你没有背过啊 对 5 9 10 没有背过 所以应该是什么 不等于 所以答案选B 可以吗 来 接着 外星 接着是这个什么 三角形的三星 外星 内星 重星 那像这三个星呢 你第一个 你一定要知道它的定义 还有它什么 这个重要的性质 这都是你要知道的 外星三中垂线的焦点 那它性质 因为是中垂线 到三顶点会等距离 OK 这你要用到 所以第一个题目告诉你 L是什么 AC的中垂线 然后它求外星太棒了 那所以外星一定在L上面 对不对 那你自己再做另外一条中垂线 好不好 自己再做一条中垂线 在这里好了 做BC的中垂线 因为这个BC 这也是-5 对不对 这也是3 所以一半这叫做 X等于相加除以2 就是-1 左边4右边4 对-1 所以它要求外星 就是求这个焦点坐标 对 所以你有X等于-1 以及X加3Y等于8 要什么求焦点 一句话 求焦点就是解连力 解连力就是求焦点 把-1带进去 你就可以得到Y等于3 这个就给你自己算了 OK 这其实就是考你什么 它其实就是在考你外星的定义而已 它也没有考到很难 对 它考你外星的定义 来接着 内星 内星是三内角平分线的焦点 那它到三边是会等距离的 这里每一个新闻 老师就是都抓一题 抓一题给你看一下 它告诉你AB等于5 这里A珠 注意也是5 它是一个等腰 这个是6 题目问说 I到BC的距离 点到直线的距离 就是要做垂直 OK 那可是这一段底下这个什么四边形 它没有给任何条件 对没有关系 反正因为既然I是外星 对不对 它到三边都是等距离的 对它到三边等距离 所以你要我算它到这个什么 要我算它到BC 我也可以算它到A1 AC 所以我也可以算它到AB 所以意思是一样 OK 所以我也可以算这两段就好了 反正两段也都一样 那垂直的时候 你除了B式定 你还可以想到什么 面积 来我把它切下去 左边 因为左边这个我叫做X好了 X就是我要求的距离 其实这三段都是X OK 左边的面积如何表示2分之1乘以5X 加上右边的面积 就是2分之1乘以底还有高 6X 要等于什么东西 要等于全部的面积 全部这个面积什么 算它是一个等腰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求面积来自己做高切下去 一半它评分码33 所以这是4 主事就求出高了 345 是要等于2分之1底乘以高 6乘以4 来这边算出来就是2分之11X 等于右边算一算是2分之24 所以X等于把11除过去 11分之24 答案选A 接着重心 那重心的是三中线的焦点 那它最常考的就是顶边距2比1 这里 这里到这里 到顶点到边 终点的距离是2比1 然后还有面积 OK 那面积其实比较简单 所以我在这边就带同学看2比1 这一题 它说这个是重心 重心你就要想重心 那这是终点 然后有什么性质2比1之类的 它告诉我B1等于5 C1等于3 所以这全部 这个是5 这个是3 那我说珠是终点 所以一半一半 所以这也是应该是4 这个应该就是1 对 然后他问你AG的长度 那因为AG跟这个是2比1 我不要急着求AG 我先求这个可不可以 可以 题目有没有给我这一段 给我G1等于多少 有 G1是不是2 这一段是2 一段一一段的 可不可以先求这个G珠 可以 B4定理 根号两股的平方和2平加1 是等于根号5 这个是斜边 根号5 然后AG就是两倍 对 2比1 所以就是两倍 根号5 OK 来接着 二次函数 那二次函数在这里 其实呢 它比较常考 就是图形的特性 尤其你现在 在新课纲 二次函数又弱化很多 对不对 也不会学这种一般式 都学这种标准式 第一个 很常考 就是对称轴 二次函数 因为它是一个 对称图形抛物线 它的对称轴 X等于H 就是令它等于0 那因为它是一个对称图形 也就是它的对称点 连接线段 什么叫对称点 如果你的Y座标一样 这个就叫对称点 对称点连接线段呢 会怎样 会跟这个对称走 A等H平分 垂直 垂直平分 所以你会有这个特性 这个是终点 两个H座标 P加Q除以2 相加除以2 就会等于H 这是第一个 你要知道的 第二会考评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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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คร 如果它就是往右 往右M 要减M才对 往上N 要加N 这个不要被骗了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 他说坐标平面上 这个这个 然后这个我简单帮你画一下坐标 标准是其实很好画 就是第一个顶点要先找出来 是负六五 对负六带进去这里数就是零的 Y数就是五 来负六五我先画出来 负六五可能在这里 然后因为它的A是负的 有没有看到A是负的 所以它开口应该是像什么东西 像下的 所以它开口是向下的 应该是这个样子 然后它说一开始 这个函数图形跟什么 跟这个A轴 这个就是A轴 交于什么东西 交于AB两点 A0 B0 所以这个 所以这叫做A 这叫B 我直接写刻度 然后A小为B 所以A在左边 现在我把图形做什么事情 把它往上移 把它往上移 好 我是不是把它往上移了 对 那往上移代表什么意思 它没有左右 它只有往上移 它只有往上移 所以代表它的对称轴还是一样 都是谁 A等于负六 对称轴都是A等于负六 然后移完之后呢 是交于另外两个点 交做这个C跟珠 AB相加 除以2 会等于C珠 C加珠除以2 都会等于谁 负六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A加B跟C加珠 是一样的啦 它们都是负12 OK 所以来C珠删掉 A加B等于C加珠 OK 这是第一个 它们是一样的 因为加起来除以2 都是那个对称轴嘛 对 A等于负六 都是那个负六 第二个 我就观察 题目什么叫做B减A 右减左 什么叫珠减C右减左 就是大减小 其实在算的是什么 就是这两点的距离 有没有 B减A 就是指距离啊 珠减C就是距离啊 对 你往上的话 这边是结 结的这一段是比较大 所以C珠是比较大 OK 所以C到珠的距离 大于谁 A到B的距离 所以单选A 没有 这二次凡数 来接着 另外一个会考 就是二次凡数的极值啊 那极值就是 如果它开口向上的话 A大零 对不对 会有所谓最小值 对 当什么时候会有最小 A等于H的时候 最小值是K 如果A是负的 开口向下 它有最大值 什么时候会有最大值啊 就是你的X是H的时候Y等于K 其实就是顶点坐标啦 那第二个课本有提到 会考你的就是 它的焦点 那焦点你不用真的 是什么去解连利 看解出几个点 然后太麻烦了 图画一下就知道了 那像我这边 有画一个最简单的图 像 为什么这个图 为什么这个图 零个焦点 为什么 因为你开口向上 而且你的K还是正的 它就不会有焦点 有没有 顶点Y坐标在上方 又往上 不行 这样就零个焦点 如果顶点刚好在远点 这样就一个焦点 在X轴上 如果顶点 有没有 它Y坐标是负的 K是负的 然后开口向上 正负得负 这样就会有两个焦点 OK 那所以像这一题 这一题 同学就可以自己画画看 这一题比较简单 这一题教给同学自己画 因为Y等于负50 Y等于负40 其实就是水平线 有没有 水平线 然后呢 你希望有四个焦点 这一个是Y等于负40 这个越负越多越来越小 对 负50 然后你观察一下 你希望有四个焦点 这里 你看 这里的这个顶点Y坐标 所以有一个是叫做负35的 对 一个负35 要有四个 所以开口要往哪边 要往下 你没有 往下这样是才有四个焦点 所以你就找到这常数向是负35 开口向下的 可以吗 所以像这种题目 你就画图就好了 画图就可以知道 来接着 那像这个提醒19跟20 我在这边我没有放题目 因为这个是相对来讲比较简单的 就是统计图表的判读 他图都帮你画好了 他会考不太可能考你画这些图 对 但是你要会解读如何解读他 这也是很生活的数学 OK 那提醒20呢 是什么 统计量的计算 就是说你要知道平均是什么 总和出于个数 中位数 位置居中 偶数格什么算 留给你想一下 基数格什么算 重数是什么 次数最多 四分位数怎么算 乘以四分之一 整除怎么办 没有整除怎么办 想一下 那全距 全距跟四分位距是差量 全距用最大减最小 那四分位距就是Q3 第三四分位数 减掉第一四分位数 OK 这个其实你只要懂定义 其实他计算不会很复杂 那为什么前面都不讲 因为我要告诉你 这个很重要 合状图 合状图大概两三年就考一次 两三年就考一次 那他也不是考你什么话 他考你看不看得懂 合状图这里有五个数值 最左边最右边分别是最小跟最大 那中间那个长方形 其实有三段 左边的叫做Q1 第一四分位数 右边的叫Q3 第三四分位数 中间叫Q2 第二四分位数 刚好就是所谓的中位数 那这种合状图 他这四段 你说好是有长有短 对 但是他们的人数 其实是一样多的 人数一样多 可他范围不一样 对 如果很长的话 就是比大家散比较开 很挤的话 就是比较短的话 就是一样多的人 但是大家占比较什么 靠近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 这个夹一两班 上面是甲班 底下是一班 他说中位数 中位数还记得吗 就是这一个 这个是A 这个叫做谁 B A比较右边 所以是A大于B A大于B 所以这两个就错了 那C跟珠是什么 C珠是这个超过80分 来80分我切下去 你说这边看起来底下比较长 所以底下比较多人 错 错 底下连四分之一都不到 这个是这样分配的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他是小于四分之一的人 那这个其实是已经超过 这已经超过四分之一 两段的嘛 已经来到二分之一的 的吗 一小段就是四分之一的人 OK哦 来接着几率 在国中会考 只要考几率都是很简单的 他不像高中 国中考几率都是很简单的 你只要懂几率的定义 所有的情形数分支 所有可能情形数分支事件 你想要要求什么偶数啊 什么什么的个数 这样就好了 OK 那你要注意 在算几率 例如说他有红球五颗 黑球三颗 红球几率 你不要说 两种颜色二分之一 不行 你颜色 就不管 就算颜色相同的话 你要把它想成 五颗不同的球 OK 这样算几率 可以吗 那国中算几率 其实就是列举 你只要把情形数 举出来就好了 那像这个 怎样叫做一个回合 今天题目说甲鞋两代 对不对 他们只抽一个球 他要的是剩下来的小于 甲剩下来小于已剩下来代表什么 抽的大于抽的 为什么 因为里面都是一二三四嘛 对 那你只要甲抽的比较大 是不是就好了 剩下来的是不是就比较小 所以所有的情形先算 分母所有情形 左边一二三四抽一颗 右边一二三四抽一颗 是分母是四乘四 那分子几种情形 我说国中算几率就是列举 举看看就好 来 甲鞋 他们分别抽到什么号码了 你要比他大 抽一号没办法 是二一 二一可以 三的话是三一还有三二 对 那四的话是四一 四二还有四三 所以全部几种 全部是有 一二三四五六 全部是六种 是不是十四分之 十六分之六 十六分之六就是八分之三 OK 这就是几率 来接着 最后一个单元 立体图形 那这个立体图形呢 其实呢 他会他比较常考你的 是什么东西 就是柱体跟椎体 但是其实也不常考 最近有考一题出来 就求那个表面积吧 对 求表面积 那这里你要注意的就是 这些立体图形的展开图 其实蛮常考的哦 哪一个是他展开图 然后表面积跟体积 那表面积体积因为国小 你有经验嘛 所以应该是还好 OK 应该是还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这是一个正方体 他打叉叉圈圈 然后把它怎样 剪开 请问你哪一个是他展开图 那像这种 很重要的一点 你就是要找到一个什么 基准点去观察圈圈叉叉的位置 例如我找到这个点 你会发现叉叉是不是就在这个 我蓝色点点的对面 一格的地方 一格的斜对角 而这个圈圈呢 在我蓝色这个两格的斜对角 对不对 所以我要先把蓝色那一点找出来 蓝色是不是就在这一点 四个选项蓝色是不是都在这一点 没有错吧 对不对 来接着 我把它合起来 蓝色也跟谁会重合 蓝色是会跟右 最右边的这位重合 这应该看出来吗 把它粘起来 那叉叉是都对 那圈圈呢 刚才说过 圈圈要在这一点的两格的对角线 我就看 这就是这里 两格的对角线 所以当然就选 C 可以吗 来接着 那这个不是考古题 不过我也摆一集在这边 让同学练习一下 要算它表面积 那像这种算表面积 你不要一层一层算 很辛苦 你就把它全部都怎样 把它掉下来 掉下来 其实就是两个什么底面 半径为四的底面 所以是πr屏 是π4屏乘以几个 乘以两个 OK 上下底面 先算出来 π4屏乘以2 上面一个 底下一个 接着呢 侧面会不会算 侧面是不是有一个侧面 两个侧面 三个侧面 圆柱的侧面 你是要先算底圆周长 是打开长方形的长 所以2π要先算出来 2π乘以1 再加上第二圈 也是2π乘以2 再加上第三圈 2π乘以4 最后呢 再一起乘以它的宽 它的宽因为刚好都是5 我才可以这样算 OK 这样算比较快 所以算出来就等于 4416 那要乘以2 是不是32π 再加这里 2π 4π6 6加8 14 14加5 这就是70 70 14乘以5 把70π 算出来就是102π 结束 那同学听到这里代表什么 你已经准备要去会考了 OK 那我听 叮咛一下同学 这会考其实它的难度绝对比你平常那个模考啊 还要简单 甚至还比断考再简单一些 所以最后这个月你不要想说还要去做什么 什么历界模考什么不用 你先把基本的观念先把它记熟 然后养成每天 就是每天固定的时间算数学 然后你一定要知道 上考场前你一定要知道说 我带了什么东西进来 我有什么工具可以使用 这样你看到题目的时候比较好连结 尤其像一些几何东西 有什么性质可以使用 OK 好 那我们那个帮同学 做这个会考复习课程就到这边结束 好不好 预祝各位同学考试顺利 谢谢 谢谢庄庆老师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课程 今天就帮大家复习完了 九年级会考数学的部分 那如果还想要看七年级 以及八年级的内容啊 都欢迎到我们的YouTube频道 官方网站或是我们的Facebook 都有我们的影片哦 那今天庄庆老师有讲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一定要掌握基本概念 鼓励大家在复习的时候呢 要抓出比较弱的地方 然后要进行加强哦 那也祝大家考试加油 如果啊各位同学还想要看 之前的影片 或是除了数学 我们还有自然科 还有英文科 还有儿童美语 都欢迎到刚刚所说的这些平台去收看 那我们的粉丝专业呢 也会定期有更新贴文 跟学科相关的 欢迎大家可以到粉丝专业 按赞关注我们哦 那我们就下次直播再见 拜拜